這幾個星期來說 關於Omicron變種病毒的資料非常多 亦非常混亂 有時候有些時候很自相矛盾 不過整理了之後 我們得出了一點點結論 在南非來說 現在南非的證據其實最值得參考 因為南非是第一個國家發現Omicron病毒 現在已經四個星期了 所以它出來的資料相對 應該都不是真的那麼初步 它得出來的資料 似乎這個Omicron病毒感染之後 真的令人入院重症死亡的個案 是減低了的 那麼它有個數字出來 就說它入院 感染了Omicron之後 入院的機會就減低了90% 如果入院之後 就會死亡的個案就減低了三分二 那麼現在這樣計算出來 那個死亡率整體來說 Omicron比起之前的新冠病毒 低了大概30倍那麼多 那麼丹麥呢也都是有一些初步的數字出來了 那麼丹麥的數字呢 就發覺 對比起Delta呢 那麼Delta呢 就是Delta入院的 感染了病毒之後 那個入院的機會呢 就大概1.5% 那麼但是感染Omicron呢 就入院的機會呢 就剩下0.6% 那麼就是跌了60% 那麼英國方面呢 就有些QK 那麼英國那裡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圖表 英國呢 就都是一個做了很多 那些核酸測試的地方來的 跟美國不同了 美國就做得相對少很多 那麼如果他做這麼多測試呢 他就有些經驗 就知道 如果在某一刻 就是做這些測試裡面 有多少%的人 positive 有多少陽性 就有這個新冠病毒的話呢 就應該大概有多少人入院的 那麼我們看到呢 就預計呢 就就是應該 好像現在一路的趨勢 驗到 positive 的人呢 越來越比例越高的話呢 應該呢 就入院的人呢 就照著藍色線的 這樣一路上升的 那麼但是實際出來的數字呢 就是下低綠色的那條線 大家都看到了 他並沒有跟隨著預計 就是那個升幅呢 這樣上去 那麼就是說 換句話說呢 就是這個病毒比較少 令人入院 就是少一些重症的 那麼但是另一方面呢 倫敦帝國學院呢 那麼做了一些研究出來呢 就發覺 它那個引起重症的機會呢 似乎跟Delta相差不了多遠 那麼不過這個研究呢 就比較初步的 因為人數非常之少 不過呢 就整體來說呢 這個印象呢 就應該可以這樣說呢 就在這幾個國家 起碼可以說呢 就是說 這個Omicron病毒呢 令到人入院啊 重症啊 或者死亡的個案呢 是明顯少了的 但是都是要大家分清一個問題 就是說究竟 是這個病毒 真的溫和了 輕微了 沒有那麼容易引起重症啊 還是呢 就因為 就是它這幾個國家呢 那些人呢 要是呢 就可能很多人打了疫苗 有些免疫力 要是呢 好像南非那樣 那麼大概都是兩三成以下的人 打了疫苗而已 但是呢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呢 就感染了這個病毒 那麼有一點的抵抗力啦 這樣 令到那個病毒呢 沒有辦法令到那麼多人 重症入院呢 那麼現在我們不知道啊 大家呢 就千萬呢 就不要輕易呢 就想 哇 南非的情況 似乎都不錯啊 丹麥都不差啊 應該我這裡呢 都應該不怕啦 就算Omicon殺到我那裡呢 我都不太害怕了 現在呢 大家真的不要那麼早 就這樣放鬆那個 警戒 因為呢 就南非是一個 就是 它有它的特質的國家啦 那麼 它的人口呢 相對比較年輕一些的 那麼它健康就一般般啦 有很多人呢 就有這個 就是外肢病啦 這樣 那麼它呢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啦 它大概三成人打了疫苗 有很多人呢 就感染過新冠病毒的啦 那麼我覺得呢 就如果以南非的情況來說呢 你可以將它大概呢 套入其他附近的非洲國家 或者呢 你將它套入其他中低收入的國家 比如那些南美洲的國家 那是不是真的能夠搬去你住的地方 或者歐美呀 先進國家呢 那就真的很難說 起碼呢 就不能夠直接套用啦 那麼當然 疫情呢 就高暗了那麼久 我們呢 很自然 都是有一些 wishful thinking 有一些一雙情願地想 就應該這個病毒 我不會那麼厲害了吧 我們是這麼想的 那麼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都是有待時間去證實啦 但是呢 即使真的病毒 比較溫和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個Omicron的傳染力 是比起Delta 呢 起碼呢 是勁三倍的 那麼變成了呢 就說這個這麼大的傳染力 它很短時間呢 就會傳染到很多很多的人呢 那麼即使它是溫和了 那麼它總有一個比例的人 是重症的嘛 那麼即使這個比例的%很低 但是如果總體的人數是很大很大的話呢 那麼實際Turn out出來的absolute 那個實際重症呀 入院的人的數字 都可以是非常非常之大 對我們的社會世界影響 都不可以說不深遠的 即是籠統一點說呢 如果它傳染力是大了三倍的話 那麼你如果真的病毒是溫和了的話 它最好呢 就真的好像南非出來的數字一樣 如果那個數字是真的 那就沒有那麼害怕了 因為它就overall的死亡率 減低了三十倍那麼多 減低了三十倍呢 你就算傳染力大多三倍 相對來說呢 可能整體的疫情呢 對人類的影響呢 都應該就沒有之前那幾波的疫情那麼大的 但是如果它是只要少少 變得溫和 譬如死亡率減低了五倍那麼多 五倍其實好像很多 但是未必呢 足以呢 就去cancel 去offset到那個 就是傳染力高了那個因素 而減低那個病呢 在人類社會的影響 那麼所以這些這樣的數字實際是怎樣呢 我們接著那幾個星期呢 就會慢慢清楚 那麼請大家繼續留意著這個頻道 那麼將這個影片呢 就share多些給朋友 讓多些人知道 有所提防 那麼你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你留言點贊 記住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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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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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